张翰正爽为何分手,他霸道出原因,网友,这才是爱情的模样。 阳光正好,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看一起来看流星雨,这便是我青春的样子。 要说在一起来看流星雨中,让人难忘的就是楚雨萱和慕容云海的爱情,而他们俩的扮演者郑爽和张翰也因为此剧产生了感情,而且还是爽妹子的初恋。 在当时他们俩个可以说是娱乐圈呼声最高的一组CP,但世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殷勤圆缺,尽管大家都看好他们,最后也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了,近日郑爽的爸爸就说出了他们俩分手的原因。 如果了解郑爽的人,应该都知道,郑爽是一个比较自卑而敏感的人,而在张翰的面前更是如此。 郑爽对张翰的爱是卑微的,卑微到郑爽去主动公布恋情,卑微到两个人吵架了,郑爽去主动认错,卑微到郑爽为了讨张翰欢心去整容,就算是这样也依然是没有挽回张翰的心,两人最终分到扬镳。 随后张翰高调地和鼓励那扎公布恋情,我们不知道郑爽是如何度过那段时光的,是强颜欢笑,是维米不振,还是后悔进入娱乐圈,后悔拍摄一起来看流星雨,更后悔认识慕容云海,我想知道张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是否呢? 能想到那个为她付出这么多的姑娘,人生若只如初见,何时秋风悲化善。 后来有网友问张翰和郑爽分手的原因时,郑爽父亲就说,只是因为有缘无分,罢了。 后来网友问郑爽爸爸,你有什么想对郑爽说的吗? 郑爽父亲就回答,作为长辈,希望年轻人积极向上未来更好。 后来粉丝们还挖出原来当张翰和郑爽分手后,张翰还一直偷偷地关注着郑爽的微博。 在今年的5月19日张翰的微博还发文,十年,并没有改变,我对你的爱,早安,我的花裤衩。 在十年前张翰就是穿着这条花裤衩跟郑爽表白的,网友也猜想这是想找郑爽复合。 但是爽妹子并没有回答。 最近张翰和郑爽的练行又有了新的进展,有人拍到张翰和郑爽出现在机场还穿着情侣装,难道这真的是要复合的节奏吗? 其实我还真的是希望郑爽和张翰在一起的,在娱乐圈他们俩是最合适的一对。 好久不见。